1981年陕西省的野外发现了7只猪环 专家最终决定把他们抓回来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如今猪环的数量已经有9800多只 中国的鸟类专家花了几十年的精力 把这个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拉了回来 1980年猪环已经在苏联、朝鲜、日本等众多国家 被宣布野外绝种 1981年日本动物园还剩5只猪环 他们想进行人工繁育 然而没有成功 此时我国的专家也已经在野外寻找了三年 在猪环最时生存的几个省进行野外搜寻 然而一根鸟毛都没有发现 正当我国的专家准备放弃的时候 好消息传来了 陕西当地有两位猎人跑到专家族的临时住店 告诉鸟类专家 我们昨天看到了这种鸟 数量还不止一只 一个农民怎么认识猪环呢 原来专家们想了很多点子来发动群众 包括把猪环的图片印在报纸上 还有搜集猪环的影像资料 促成电影到农村播放 最终竟是巡鸟启示发挥的作用 刘英曾和他的巡鸟团队 满怀喜悦再次进入深山 终于在姚家沟 金家河的上空 看到了两只美丽的猪环盘旋飞翔 在后续深入探索中 科研团队在附近地区 又意外地发现了猪环的新踪迹 有两只成年的猪环 以及三只可爱的幼鸟 这七只猪环的现身 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令世界为之震惊 发现衍生猪环后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北京的专家组建议 立刻把这几只猪环抓住 然后进行人工饲养繁育 这时山西省林野厅资源管理处的 许舒华跳出来反对 他表示猪环既然适应姚家沟的环境 那就应该就地保护 专家组经过上他以后 同意了许舒华的观点 于是刘英曾的巡鸟小组 变成了护鸟小组 他们就把营地 扎在这七只猪环栖息地的附近 以便对猪环进行持续的观察和研究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一只幼鸟的猪环不慎从树上坠落 正好被狐鸟团队看见了 之后 它迅速被专家送往了北京动物园 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这次猪环也成为了人工繁育的种鸟 这次意外的救助 为中国猪环人工繁育技术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在我国专家的不懈努力下 猪环的人工繁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使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成功繁育猪环的国家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珍稀物种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综合保护措施 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 培育种群 以及引入野生环境等 七只猪环是怎么变成9000多只的 会不会有基因缺陷 日本人发现的五只野生猪环 属于同一个家族 逮捕后进行繁育 后代出现的基因缺陷 生不下来但 我国发现的七只猪环是两个不同群体的 比日本要幸运的多 而且在陕西省阳县 其实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猪环种群 工作人员当时没有发现 等到这七只猪环种群扩大后 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还有其他的野生猪环 这些猪环可以过来寻找伴侣 另外 为了增加基因的多样性 我国在全国建立了几个猪环分育中心 而且俄罗斯和日本也建立了 中国猪环种群繁育合作基地 目前猪环的保护等级 以及从极威变成了兵威 算是逃离的灭绝的危险 猪环对我国的意义有多大 差点被选成国鸟 自国以来 猪环就被视为吉祥 美丽与坚珍的化身 它名字中的猪子 与古代中国的上赤文化相契合 象征着尊贵与吉祥 猪环的优太优雅 羽毛洁白如雪 双甲如染烟纸般匪红 被誉为东方宝石 它的形象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和诗歌中 还成为古代文人默刻赞美的对象 在中国历史上 猪环曾多次成为宫廷的祥瑞之鸟 象征着国家的繁荣与昌盛 我国隔壁的日本也非常看重猪环 一度也想把猪环列为国鸟 但是这种鸟目前只有中国有 它们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猪环翻译成Neponia Nepo 意思是日本的日本 使得不少人先入我为主 误以为猪环是日本特有的 我国曾经多次赠送给猪环给日本 2023年在日猪环养养去世 日本人还给它修建了陵墓 猪环这么珍贵这么有气质 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的国鸟 因为在猪环面前 有两座越不过的大山 一个是洪富锦基 也不知道中国哪位专家说 洪富锦基就是凤凰的原形 沾了凤凰的光 洪富锦基的票数比猪环高 另一个就是丹顶鹤 这种鸟实力太强了 中国人喜欢了三千年 要不是它的国际学名 被老万命名为日本鸟 它早就是我国国鸟了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